第三十五回 拖雷之死 拖雷和窝阔台之间的关系 一直就有争论 甚至于我自己 其实都不确定 他们之间到底是很亲密的兄弟 还是对手 从个人感情上说 我真的希望这是一对好兄弟 但是把这些历史拿到灯下 确实又觉得阴谋的影子 似乎好长好长 确实是蒙古的历史 因为讲述者众多 所以很多都没有定论 更主要的是蒙古人自己不怎么说 他们习惯于做完了就不管了 蒙古的元朝的主要的历史 都是清朝人写的 你就想 清朝算是女真人的意志 他们写灭亡金国的这个国家的历史 你说有多少是真的呢 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 清朝人主观上就有问题 但主观上的故意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清朝修史的时候 已经是三百多年以后 很多问题 其实就更是没有统一的答案 不管蒙古人是不是承认 实际上蒙古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民族 我们说他们团结和说他们充满矛盾 这并不冲突 成吉思汗的伟大就在于 他能把这么一个矛盾重重的民族团结起来 这真的不容易 蒙古人之间的矛盾 甚至于比汉人之间的矛盾还要大 所以蒙古不能没有强权 也只有成吉思汗那样的敢于杀光所有反对者的人 才能成为蒙古的领袖 但这样的领袖是不会总有的 成吉思汗死后 他的儿子们显然就没有老爸这么凶恶 蒙古的矛盾就从成吉思汗死后开始爆发 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搞乱了江山 是这个老爸太强悍了 愣是把各种矛盾都压制住了 蒙古的内部斗争 这可是一部连续剧 连续剧的第一集 就是沃克台和托雷的角力 托雷的死就像打开了一个磨合 随后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无法控制 托雷在进攻宋国的战役中 一上来就大放一彩 强攻保机 迫使宋国屈服 然后以少胜多 全歼蒙古人的宿敌 金国的忠孝军 同时还杀死了金国的岳飞 这个岳飞叫陈和尚 一时间脱雷成为蒙古偶像级的英雄 窝阔台这个时候 亲自指挥了对开封 就是金国这时候叫南京 宋国叫汴梁 经窝阔台亲自指挥了这场围攻 开封的金国人现在别无选择 只有战斗到底 这一座一功难守的城市居然被金国人守住了 当然代价也是很大的 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是吧 当时开封拥有二百六十万人口 金国人为了守城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付出了四十万人的代价 但开封守住了 结果战争进入到僵持阶段 就在这个时候 蒙古军中闹起了瘟疫 窝阔台现在的焦虑可想而知 为什么这个家不好当啊 窝阔台这个可汗是靠着老爸的余晖上台的 蒙古人不服 觉得这个可汗不合组织 更主要的是和老爸比起来 大家总觉得窝阔台这个人不够狠 太软弱 现在出了一个拖雷 蒙古现在都在传 拖雷才是成吉思汗最喜欢的儿子 拖雷现在立了大功 自己这边攻不下开封 那就算是搞砸了 要是就这么撤军 恐怕回到蒙古 窝阔台就会有一场踏天大火 急火攻心 再加上瘟疫蔓延 窝阔台病倒了 眼看着病一天比一天重 有些问题似乎必须要了断一下 窝阔台这个时候宣布撤军 留下拖雷的部队 继续包围开封 嫡系部队窝阔台的族人 再加上拖雷返回蒙古 故事是说病重的窝阔台 在回去的路上找来巫师 给自己治病 巫师把所谓的病膜 溶解在一碗水里 巫师说了 这碗水只有病人的亲兄弟喝了 窝阔台的病才能好 但谁喝了这个 这碗水 谁就得病膜上身 拖雷据说是二话没说 就把水喝了 我可以为我哥哥死 随后 拖雷真的就感染了疾病 死了 窝阔台呢 窝阔台居然奇迹般的痊愈了 拖雷的死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就这么死的 对于拖雷的死啊 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是说 拖雷其实也是死于瘟疫 喝不喝神水 最后拖雷都得死 瘟疫是不管你是谁的 拖雷是死于疾病 病死的 第二种呢 第二种是说 拖雷是被毒死的 下毒的人就是窝阔台 第三种说法呢 也是说 拖雷是被毒死的 但下毒的人是窝阔台的手下 但窝阔台并不知道这件事 不管拖雷是怎么死的 反正拖雷一死 窝阔台的病啊 就好了 这恐怕 窝阔台得的是新病 你或许会觉得 蒙古的历史好像 什么都没准是吧 这国家 现在拖雷算是国家的二号人物 这国家的二号人物的死 都没有一个定论 这叫什么历史啊 其实这才是历史的本来名 像汉家这样 有正史的文明啊 这是不多的 我们汉家的文明是一个 强调统一的文明 连我们的认识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观点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都要统一 统一于什么呢 统一于需要 我们的历史是有标准答案的 这或许并不是真实的全部 但至少这是写作人代表的利益所在 所以当我们看蒙古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别扭 就这帮人 他们连标准答案都没有 这让我们蔑视他们 鄙视他们 你们低档 但真的 历史可能啊 真的不是我们史观记录的那样 就如同你看新闻 你会觉得 有时候和你看到的截然不同 一个事件的发生 你说哪一条报道算是标准答案啊 似乎每一个报道 每一种观点都是真相的一个侧面 新闻都有多个版本 你就身处在其中 你都搞不明白 更何况 很多历史都是在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以后补录的 有多个版本 这是 这叫什么 这叫真实 历史怎么看 我们以前讲过了 什么是历史 是吧 什么是真实 可信就是真实 一段历史 结合你的人生 你觉得这种说法 可信 没有与之相悖的证据 那么这段历史 你就可以这么认为 最可信的就是最真实的 对吧 我想和大家说 有乏味的人 有缺乏想象力的讲述者 但历史是有趣的 是让人有无限想象的 一个探索历史的人啊 绝不是背诵标准答案的人 讲述历史 也绝不是把祖宗们的标准答案 再复述一遍 历史 讲述历史的人 是挖掘人生经历的人 让你的历史 让你的人生 融入到历史中 这些才是 改变你的生活的历史 一段历史 你信了 你的人生就会因此 改变那么一点点 我是希望 我给你的这点改变 来自我的人生经历 可信就是真实 这就是我读历史的方法 当你觉得历史不可信的时候 也许是你没有找到正确的试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历史大体上也是这样的 当然 绝对不能编造历史 不是说历史可以任意说的 基于基本的史实 然后根据你的人生经历 去寻找视角 找到那个 你能解释这一切的原因 这是一种乐趣 一种无边的想象力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这里 通过挖掘历史 审视内心 就说拖雷的死 蒙古人的历史就多种解释 不同意 这其实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哪个是真的呢 你觉得哪个可信呢 个人有个人的观点 我是觉得 窝阔台啊 恐怕是有害死拖雷的故意的 而拖雷呢 拖雷是真有为哥哥而死的事实的 我们讲讲这哥俩的故事 其实似乎没有 窝阔台和拖雷不合的记录 是吧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里 打架的是老大和老二 劝架的是老三 报信的是老四 那你听好了啊 这劝架的老二啊 多数劝架的老三啊 就窝阔台 多数的时候都是拉偏手的 老大要是占了上风 这才劝呢 老二要是在上风的时候 老三是赶不到现场的 老二老三 这是一头的 老四呢 就拖雷呢 拖雷的意思啊 大概和老三窝阔台是一样 眼看着老大要吃亏的时候啊 这才报告呢 实际上 你听明白了吗 要打的是老大和老二 但老大和老四是一头的 老二和老三只是一头的 拖雷和窝阔台 确有不合 但他们之间 确实没打过架 因为这是两个聪明人 成吉思汗最后选定的 接班人是窝阔台 拖雷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的 那就是听从父亲的旨意 支持哥哥 拖雷确实是这么做 前面我们说了 拖雷的支持和老二查克台的支持 再加上大臣们的支持 就是耶律楚才他们 是吧 他们的支持 让窝阔台最终当上了皇帝 但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谁呢 拖雷的老婆 在窝阔台登基的这故事里 你有没有注意到 蒙古四子在窝阔台登基这个故事里 只出现了三只 是吧 皇帝是老二 老三窝阔台 老二查克台 老四拖雷 没有出现谁啊 没有出现猪赤 虽说猪赤当时死了 但猪赤的接班人拔都还在啊 拔都最后是什么意思呢 拔都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历史上拔都对于窝阔台当皇帝选择了不出生 没说赞成 但也没说反对 说服拔都 不反对的这个人 就是拖雷的老婆 你记得吗 拖雷和猪赤还有一层关系 他们是连接 拔都是拖雷的外甥 拖雷的老婆是拔都的亲姨 就是 就是这个老姨 在关键时刻 说服了外甥 拔都保持沉默 窝阔台 这才能接班的 我相信拖雷是有当皇帝的机会 是吧 他是主动放弃的 全心全意的支持窝阔台当皇帝 但窝阔台是怎么对待拖雷的呢 窝阔台一上台 就把拖雷的长子蒙哥 认为干儿子 带在身边 蒙古史书上是说 窝阔台对这个孩子可好了 窝阔台把这个儿子 交给自己的老婆来抚养 这是个奇怪的行为 不如说这是一障眼法 因为 如果你算一算 收养蒙哥的时候 蒙哥不是小孩子 这个时候 拖雷的长子蒙哥 已经24岁了 实际上这是什么 这是质子 窝阔台担心拖雷 所以把他的儿子 作为人质 带在身边 蒙古人这么讲故事 实际上也是掩盖一个事实 那就是窝阔台对拖雷 其实不放心 并且窝阔台其实 一开始是不想用拖雷的 窝阔台自 拖雷自从窝阔台上台以后啊 就一直是闲着的 最后是没办法 实在是打不过金人 你想连赤老温那样的猛将 都被金国人打败了 蒙古实在是没人了 这才不得不让拖雷上 至于说有没有借刀杀人的这个说法呢 那也是不确定 是吧 但确实没有历史上啊 没有窝阔台暗害拖雷的历史记载 西方人说的那些 其实都是瞎猜的 拖雷这一出手 就取得这么大的一个胜利 这隔着谁谁受得了啊 这个拖雷露脸的时候 偏偏是窝阔台现眼的时候 这似乎啊 按照咱们汉人的观点 拖雷的死那是必须的 其实有些诡计啊 你要看历史多了 是人类共有的 蒙古人团结的背后 也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好了 这一回咱们讲到这里 下一回咱们继续